来跟进我国新冠疫情的进展 那今天一共有新增了23宗的确诊病例 其中10宗是境外输入 13宗是本土感染 而这13宗的本土感染病例 全部都是来自沙巴州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在记者会上透露 沙巴古纳县又新增了一个岛屿感染群 他表示这名病患是一名68岁的大马妇女 她是在家中被发现不省人事之后 送往当地的医院治疗 并且在9月13号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目前卫生部是已经追踪检测了128个人 其中发现9个人确诊 18个人呈阴性反应 并且还有101个人还在等待检测结果 至于感染源头则还在调查当中 沙巴核击打成为我国疫情反弹的灾区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表示 虽然沙巴的基本传染数 已经从早前的3.72下降到1.7 而几打则从早前的2.63下降到1.58 但她还无法乐观看待目前的数据 另外由于沙巴疫情严峻 有记者就询问诺西山在进行中的沙巴周选 是否还适合继续呢 对此诺西山并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强调卫生部已经制定好一套选举SOP 但同时她劝请沙巴人自律 以协助卫生部斩断病毒感染链 我们的则是让人自律 特地在Tawau, Lahad Datu 使用的是 作為SOP 至少要住在家 如果沒有理由的 在外面